我忘了讲啊 太阳穴放他问的问题非常好 我有一个我在前面前面讲 跟前面我忘了讲 是我太阳穴放血的时候啊 记住了 你看到一个清新这个这个这个血管以后啊 一定要用手去轻轻的触摸一下 看他有没有活动 一定 这个我忘了提醒大家 去去摸一下 有些这个地方 有一些 你也测 有些浅动脉啊 它也是很表浅的 一般动脉在体表都看不到对吧 但你测的 这个浅动脉的 有些时候是很明显能看得到的 你不要看到一个血管 就当成那个东西去刺他 你知道吗 去触摸一下 去触摸一下 有没有活动 就是你要刺了这个血管 有没有活动 如果有的话那是动脉 不要去碰它 你问的是这个问题是吧 因为是这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还有是 它会出现很多会欲啊 那些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问题了 其实如果你的力量啊 扎得太浅了 它那个血不出来对吧 如果你力量扎得太深了 它把血管的内壁和外壁都刺穿了以后呢 它就里面也出去外壁 所以就会估计个大包来 它会瘀青一片 影响你的美丽了 如果仅仅是刺破了外面那层壁啊 它一般不会说浴在里面去 一般不会 一般不会的 就是这种情况往往是把内壁也刺穿了以后呢 它血浴在里面去 那是不是捏起来这样的 捏不起来 这个血管怎么捏呢 一般我会 我会怎么做你知道 这个血管很浅对不对 好 我会用一个那个 注射器针头啊 针头啊 我斜着去扎它 直刺的话就一点来不说 这个直线距离很容易 手劲都过了对吧 但是我呢 我用这个针尖呢 对准那个血管以后啊 我放轻斜着 倾斜着扎进去 你明白吗 倾斜着扎进去以后 你穿鞋的这个距离可能大一点 但是它那个 不会把血管壁扎穿 它的直线距离不会太深 明白吗 这是一个有时候也很难避免 很难避免 确实有人会扎穿 这个也不是大的问题 但是会影响病人的心情 在这有好几天 这个不棋手啊 有些严重呢 就是会这个 虽然有些脸上都会有一些 因为它会往下弥散嘛 到这里都会有一些 一个多礼拜九吸收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在脸上放学的时候啊 这还真的有一个 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你先问问它 有没有这个初宁学的这种 有没有做过初宁学实验 学要把功能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它说如果说它没有检查过的话 你要问它一下 你平时容不容碰一下就发青啊 而且发青以后 发青很长时间不需收啊 如果有的话呢 在桃面不放学了是吧 你要注意你可以告诉它 有可能会出现鼻下雨血 你跟他讲一下 你给病人讲完以后呢 其实呢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这种疼痛呢 它很剧烈的 脸上不美丽 一个礼拜没关系 但是要跟人讲一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没错 鞋子扎 可能力量大一点的话 也不会穿破它 明白吧 那是躺着扎 这样躺着扎 还是坐着扎 我喜欢让它坐着扎 坐着扎 对 坐着扎 坐完扎以后 从完以后 刚好就是低头这样的 低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下肢放血 它人家那个血呢 是静脉血 从下往上回流 它有压力的 它很容易出来 对不对 而上面那个静脉血 一些静脉血 它回流 是从上往 往心脏流就回流 它从上往下就回流 你知道吗 如果你平着的话呢 它就不容易出血 坐着可能比较好一点 但是病人一定要 在中方放血的时候 一定要含点糖 不要有那种 出现一些晕针的反 反应 糖仗也可以 如果出生病人 你给它糖仗 可能更稳妥一点 但是你想这个血流 出来怎么去接 关键是这个问题 糖仗的话 可以这样低到 那个一个 一个负料上 对不对 糖仗的话 你怎么去接它 有些血出的痕疾的话 血流满面的 你要想法处理它 好吧